玩具TV 第28季第11集 今次要介紹的是 一個她 一個Sophie 其實還未特別介紹 所以今次要玩的是 太郎 整件東西放在這裏 外形方面我相信需要挑剔 主體有銀色就當然了 亦用了金色在一些品口上做點絕 而重點就是她全身的金屬熊 金屬熊那裏大家可以看到 四肢或筋肉位及外甲位 都用了兩種不同的金屬熊 整件事看上去是很漂亮的 這個顏色其實在之前 例如舊少少的Youtaramong Armour 是沒有見過的 亦沒有特別用過的 不要介意我這裏很白說 你有比較之下 Youtaramong Ace 和Seven 和太郎比下去 還要比下去一大截 好了 有進步 好的 你說玩件事大家有進步就開心 不過你一拍之前的舊作品 你除非出過2.0 說完少許個人的評價 就輪到一圈給大家看泰郎 造型方面都是用Netflix的動畫版 來製作藍本 我個人來說 上次在這個動漫節 看到在3ZERO的Counter 他公佈了有最終形態的C-Type 和他夠將出這個積頓裝甲 你真厲害 我的銀包已經準備好了 你記住出 不要走數 當然了 下一個沒有記錯的 就是這個 Mary 出完Mary之後出Jack Jack我是一個很期待的角色 大家有追開的 也不需要多說 那麼大件份頭 到時會出了一個 用甚麼方法去表達 大家拭目以待 好 轉完一個圈 大致上 外形上沒有衝突 沒有補充 建議可以 麻煩Close up 頭 透明件的運用 亦非常純熟 特別在雙眼的位置 不過我重覆多一次 我沒有補充電 所以變成我亦不會在這裏試燈 有甚麼玩呢 因為我剛好拿上手 所以變成有很多東西 我都要看一看說明書 我才夠膽使用 當然我現階段 也是玩了可動性 頭有沒有玩呢 你會看到它向上握的幅度 也不小 不過在後尾枕和領位 有機會有碰撞 不過 你會看到它向上握得這麼高的原因 除了本身是靠一條頸 有兩邊的波頭 令到它的可動性提高之外 你會看到它的領是可以動的 所以變成它向上望的時候 領位就會受力向下壓 當然都是那句 留意碰撞位 不要玩花便可以了 跌淺 下巴是接近可以碰到頸 所以頭的可動性我滿意 好了 到玩一隻手 嘉寶員有少許資料 雅虹是參考設計 想分開軟和硬的感覺 但那些香檳金紅是很吸引 是否叫玫瑰金 不知道 問一下 我特意拉開太郎的肩甲 你便會看到 這裏有個波頭 這裏有條軸 以及本身在肩甲位 或肩膀位 便會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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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呢 說也不用考慮 一定是 令到它向上移動的幅度增大 它向上咬水平 其實 看看 是高於90度少少 我當作是95度 拉下來 亦有一個正常的橫切位 手肘移動得漂亮不漂亮 你會看到 其實手肘位 在這裏都是做玫瑰金色的 所以你會看到 它的 contrast 大之餘 看上去是很舒服的 這個真的值得一讚 回到這裏 其實我是看不到的 雙號在這裏 看多一次 它在這個手肘位 做了一個曲位 而且這一節其實都很長 所以在它對摺手的時候 反而可以把整個彎曲位 可以很漂亮地表達 而且在鏡頭裏看 它的摺口位 很有皮衣的感覺 是的 我第一眼是被它騙了 是的 我以為是皮衣 很漂亮 對 中間的手針 是的 正面也是 是的 很像皮衣 對 看到一些折紋 當然 手腕其實都不需要太擔心 有一個很漂亮的球型關節 還要是這個波樁位 亦都可以動的 要 華蟹 你聽到我們說華蟹 都知道有些了道 我想說這個可動幅度 和我現在都差不多 向後 不是說可以動太多 極限 你會看到 角尾龍骨 或是向前動 VZERO在處理這些遮醜位 是很成熟的 不是說一些很複雜的結構 但是它就把所有的那些 有機會穿泵的位置 都和你全部收拾 這個是做得非常好的 而且它的腰 你會看到在構造方面 它的曲線 是很漂亮 而且很像真 這個也是很厲害 腰左右就不用擔心了 它本身在這個 胸口和腰腰和腰 亦都有一個波頭 令到它左右轉的時候 是更加得心應手的 所以變成正常 不說了 好 玩它的底褲 按下去是軟膠 至於踢腳的時候 就這樣看 在造型方面 是沒有什麼可以挑剔的 不過 當你真的要做一些 比較誇張的動作的時候 大家玩Iron Man 也是這樣 拉出 沒錯 拉出 然後你才動 便是最安全 我挺喜歡腰圖的位置 夠粗 這個 感覺上是相似人著甲的感覺 因為很多時候 那些十二寸的公仔 即是著甲的公仔 感覺上 你不覺得是一個人在裡面 是機械人 同意 這個身體很有人味 不用擔心 動向前踢刀 是可以踢到90度 之餘 大家看到這裡有個橫軸 可以有輕微的調校 接著便到膝蓋 灰色 對 90度左右 還行嗎 這樣便對接了 有觀眾留了一些令我分心的言論 是 Metal Build Canva 出了全新圖 我還未有時間看 待會兒 當然要看 回來正面 我不敢說 它補完得很漂亮 始終膝蓋的甲 尺寸不大 但將灰色的部件位置 全部都有層次 拉出來 再加上 打側 對摺 很舒服 整件事都非常不錯 腳碗又如何呢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也是軟膠 後面同樣也是軟膠 所以不用太擔心 當你玩的時候 可以直接 把腳碗移動 腳碗的關節 嘩 挺厲害的 當然我不是叫你這樣放 我覺得這裡很硬 但是 玩完 弄回正常的位置便可以了 至於貼地性方面 大家都不用擔心 它除了本身遮掩 腳碗關節之餘 它裏面這裡 亦都做了一個 我覺得挺誇張的 左右擺動的關節位 所以如果想說 可動性來說 都真的不用擔心 非常出色 當然你說一件玩具 只是說 靠可動性 用來玩 這樣行不行呢 其他的Youtaramang來講 裝甲服 坦白說真的不是太多 玩的 不過這個太郎 麻煩你先抖一抖 兄弟 謝謝 除了本身造型手 它會總共給七隻鯉 之外 你會看到這一堆火焰特效件便知道 你又拿牌玩了 當然 我反而在未裝這個特效件之前 我都為興趣 怎樣都要擺放一個 我自己想擺放的姿勢 這個又看 Netflix便會知道 剛剛說看到Canva全身圖 師兄可否告訴我 哪裏 可否給我們連結 有人說發了給你 發了去哪裏 試試看 這些是 發了去哪裏 請問 這是甚麼姿勢呢 是變身還是反手 是變身 因為本身都是要靠這個變身裝置 將太郎裝甲射回太郎身上變身 是Horby Japan雜誌 是Horby Japan雜誌 行不行Ricky OK 好 真的要玩其他東西 玩火了 現在答二 怎樣都 近近地 整個Close-up 看看變身器 有多滴色 1比6 是禁止的 這隻自分雲拿著它玩得挺過人 行不行 行不行 好 是 看到了 好 一會再研究 是 減少依封才 分了身邊 即是外形我OK 是,我是看見 這個比例OK 這比例OK 別暈眩了 大哥 現在已經說了 是暈眩 即是出多一點貨 哇 弄不住了 哇 還要分心 但不是做主持 太不專業了 抱歉 快點給我看大圖 先弄火焰的特效 火焰鐵拳 蠻簡單的 有師傅說不太震撼 不知道 我很喜歡 我自己未做細看 但很吸引 我是怕太多細節 這個角色是玩火的 不是射擊光的 是的 主要這套裝甲服是壓制 不是增強 壓制太郎本身的超能力 好 一間房出來大家研究 有些火拳的特效 拍攝後立即 火焦得挺漂亮 是的 既然是這樣 你可以看到本身這個特效件的層次感 而且在這裏夠光 所以你看到燈光射下去的效果 精液痛頭 有兩三種 有黃 有橙 有些層次 令我想起我以前做中餐館的拔師 精液痛頭 精液痛頭 又找一隻手掌 搭二搭三 還有 還有Az-Ringer 哇 是的 記得左邊 玩了兩個火就算了 就收了 因為還有AXA 不如玩這些吧 玩特效的話 玩 這是甚麼事 剛剛排出過性的火焰 其實胸部位也能放到 背部位也能放到 下面的位也能放到 由六個造型火可以做到 我想起一個兩字的詞語 甚麼 谷乃 好 玩了那麼多 稍後我們繼續爆玩具 三個月 小胸部位也能放到 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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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手